大家好 这两天不是太勤快 也没有怎么更新视频 因为这两天真的是 太忙了 早上我七点多就去车间里面 做我 那些工作 所以 一直没时间拍 因为今天 为什么要拍 就跟大家说一下 有没有你们这种情况 前天的时候就是我晚上睡觉就枕头 枕头比较高嘛 我就经常会闹着 昨天只是一小点痛 今天就 反正就是现在 朝右边就是不敢 扭头 只敢人朝这边扭 就是根本脖子就 痛得不行 今天早上一早上 一个肩膀就是太痛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同事帮我捏了几下 当时我感觉 越捏越痛 就是低头也是痛 抬头也是痛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我的枕头睡高了 经常我会 落枕 去年的时候也是落枕 然后我就去 医院里面 就拔了火光 做了针灸 而且还用那个 中药包敷了两天 才好准了一些 今天下午我回家吃了饭 本来说在家里面住 因为还没打扫卫生 没有过来 刚才就在药店里面 买了这个 这个 古友林贴膏 他说是 烙枕也可以贴 我贴一贴 试试 但是我现在问题是 我感觉一个 肩膀都是痛 不知道是要贴哪里 反正就是 就是 太难受了 今天一天就是不敢低头 不敢抬头的 就是旺东西都不会 就是像平时的一样 就是像这种状 太难受了 给大家看一下 我平时就是睡这个枕头 然后有的时候我就 会我嫌有点矮嘛 我就用这个 小熊垫一下 是不是因为这个 然后就 落枕了 这段时间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比如说 我跑步跑了这 差不多一个月 我感觉就是膝盖 膝盖特别痛 左脚的膝盖 反正是现在 从跑步一开始到现在 不论是 无论我是跑步还是走路 膝盖都是痛的不行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哪天恐怕要去医院里面 照一个CT 看一看 是不是切盖 还是别的原因 反正就是 现在 走路上楼梯 就特别痛 还有就是右脚 右脚本来就有毛病嘛 现在就是 路易走多了 就是 肿胀 水肿 眼暗 眼暗这个小腿 就是一个坑 半天起不来 他们说是 肾上有关系 因为 但是我想 不是 是不是我 就是原来 断了以后 就没 保养的好 现在就是一走路 时间一长 就肿 就会 水肿 然后 就特别的紧绷 连鞋子都穿不上 这个人啊 怎么一上年岁数 这个病就来了 嗯 年轻的时候没觉着 现在就是 不是那里痛 就是这里痛 反正 这段时间我最痛的就是今天了 那他们说了 还要一个星期才会好 等下午就叫我的同事帮我替一下这个 看有没有 效果 然后这两天 然后这两天我晚上不打算用那个枕头睡觉了 就平躺在床上 因为实在是太痛苦了 早上起来的话 我去跳船 然后跑步就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我跑步 就只跑了一圈嘛 就这样 一跑是一个肩膀 痛得不行 然后就没敢再跑 只跳了 跳了两百多个绳 绳然后就上来了 今天一天都是不舒服 这两天主要是太累了 感觉整个人都没精神 今天回家 本来我还说 多休息一下 当时没办法 因为还要打扫卫生 现在 准备去打扫卫生了 差不多 九点多 就可以 打扫完 我觉得 准备睡觉了 因为明天还有好多事情等着去做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祝大家晚安 下次见 拜拜